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到新北市政府 来跟各位长官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 叫大数据在公部门之应用研习 大数据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话题 像例如说在公部门里面要如何应用 当然我们在应用的过程 可能我们需要去学一些相关的知识 但是我们可以借由已有的 例如说运算基础下 或者是我们现有的软体 例如说Excel 或者是说我们去找一些免费的 做大数据分析的软体 来进行这个大数据分析 或者是说我们换一个思考路径 大家可能手上都有资料 这个资料我们能不能以建武之精的方式 来去从中学习到过往的经验 把这些经验 然后跟自己性阶段的工作来去做结合 这就是今天 我只是想要把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告诉各位 我先说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我目前是在火力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好我主要是希望说 藉由我资讯工程的专业 跟生物专家跟医生一起结合 看能不能早日把这个癌症这个议题呢 找到一个破解的方法 之前呢我一直都是在像巨匠电脑公司 担任总公司的专业讲师 六年前我才从现在回到学校 来继续去攻读我的一个学位 那我的电脑专业 微软公司 Adobe公司旗下的软体 所有相关证照应该我全部都还蛮具备的 包含像例如说ERPR CRM 或者是城市设计办公室之的话 这些各方面的一个领域 这都是我的专业 所以希望说有机会的话 你们而后到例如说YouTube 去搜寻我的姓名 然后发现我大概将近2000部的影片 全部都放在网路上 让你们自由去做一观看 那更希望说 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互相教学相长 那我们今天的一些讲义或办例 限于场地的关系 这个画面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会希望说 而后你会希望说 拿到一些办例来去尝试 试着做做看 我就提供各位这个讲义 在我们的第一页最下面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办例讲义下载的位置 当然也欢迎各位 例如说订阅我的YouTube的频道 我也会请主办这一次演讲的 彭小姐大家 希望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些效益 那我们在进行资料管理的步骤 其中各位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您一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在搜集资料 搜集资料 无非就是希望说 去把这些杂乱的 或者是没有结构的 把它整理好到一个表格里面 这变成一个结构的资料 这个搜集资料 其实是一个 就是责任重大 为什么讲责任重大的工作呢 因为如果前面资料的搜集没做好 后面的一些整理 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分析出来 会分析出很多垃圾丢进去 垃圾结果产出 的情形 所以这个资料收集 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相信日后 各位您手上 一定会经手这些资料 所以您一定会希望就是说 如何更有效的 更迅速的收集资料 其中像办公室自动化 就是我非常推荐各位 一定要去把它延期好的 一个相关的基本技能 那接下来我收集好资料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遭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我要去整理它 举例来说 当我今天收集到市民的资料 市民的资料呢 假如他随便他填他居住的县市 他填新北市很好 他有没有可能填台北县 有可能 他有没有可能填北市 那到底是台北市还是新北市 他有没有可能填 例如说 以前 以前我们还有什么大小写的一些问题 大写台小写台 好 例如说他写那个假设我们要把地区台湾 也要定义进去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很多种 不一样的一个文字的描述 那您需不需要去做一些资料的整理 需要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转字的过程呢 也适合我们去做 透过写一些层次来去做一个自动转字 也就是按一个按键我就做完了 再来 那整理好的资料 我们才能进行一个所谓的分析 那我们现在几乎分析啊 都会希望透过大数据来去分析 什么叫大数据 我现在我只 我从现在开始我接手的资料 这是您看到当下 可是过往您的前辈同事 或者是交接给你的那个学长 好 他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很多很多资料 难道那些资料不应该当做是我们的一个 经验法则或行为模式 或者是我们从中去见古资金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吗 当然是需要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数据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 好 除了做好当下这些资料的收集资料的整理 当然我们也希望藉由一些分析的工作 然后知道现在的状况是如何 顺便在比较比较去年 比较近十年 好 他的一个变化 所以啊 大数据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地方扮演一个还蛮重要的角色哦 那我就举一个王永庆先生他的一个故事来跟各位来去做分享 光永庆先生呢他在17岁他就开了米店 他一定有他的一些很棒的管理哲学 就从他如何开店卖米经营这个米店 我们来去谈一谈 他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开了一个店面嘛 一定会想尽各种方法做宣传 第一个大家一定都会做的就是在门口吆喝卖米啊对不对 然后经过的人来来往往的人呢他就会说知道这一家他卖米 好大家也可能知道在广告学看到第13次的时候就会有购买的欲望 那相对的他只要连续连续让一个人就是知道说他在这个地方卖米 好他可能下次再选择要买米的时候就会找王永庆先生 可是呢怎么样叫喊生意仍然不是很好 因为他这家有卖米别家有在卖米 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就他就要去思考自己的米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发现哦当时啊每一家卖的米都会掺杂一些不该有的一个小食子 我还记得大概二三十年前小时候吃的米吃的米哦 碗里面的米真的会有可能吃到小食子 可是现在您吃到小食子的几率是不是根本就是微乎其微不太可能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王永庆先生他就想说 我应该要提高自己的品质 当然这就是如何去展现他的一个管理哲学呢 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重视品质 重视品质 当然是可以跟客户就是让客户产生信赖 例如说让客户愿意上门跟我们购买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然后有一天啊这真的就是因为要从过往的经验 过往的经验 然后才可能见谷至今 例如他就看到有一个妇人 她慕名而来为什么会慕名而来 因为这一家卖的米品质好 就会有慕名的人来 OK 那他本来要买三斗 三斗 可是呢因为太重了他提不动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灵机一现 他就想说那干脆既然你拿不动我帮你送货 所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品质 是不是也可以打动顾客 建立顾客良好关系呢 我想这一定是的 所以呢他就开始做了一个送命到福的服务 其实在这个地方各位要去想一想 从过往的一个资料里面 我们能不能收集到很多的一些行为或者是经验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次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可以把它做好 而且做更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有实际去参与这个活动 然后发现了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跟顾客建立良好关系 所以他多提供了一个服务 但这些可能跟过往的一个资料收集啊 收集完毕之后得到一个经验 这是很有直接关系的 可是呢在这个地方 后来他除了挑米送米到府的服务 然后接下来呢 他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要开始 用他的爸妈来去思考咯 举例来说好不容易把米送到他家嘛 对不对 他当然会希望下个月或下一次 要跟王永信先生来购买米 所以他看什么 他看米刚大小 他看什么 人口数 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各位就要去思考咯 当我们今天哦 当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 王永信先生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绝对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成功法则 好这个成功法则不把他去做了一些分析的事情 举例来说您看当多大人多少 多久需要再一次的买相同量的米 然后他再把它送到府 当你米刚快没米的时候 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您就是把米送过去 这是来解决那个顾客购米的问题 当我们今天可以用这样子一个逻辑思考 我们是在帮市民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心中他会提出 他心中应该是满怀感恩的心 然后继续跟王永信先生购买 您说是不是呢 也没人点头啊 不回答我就算了 连点头都不回 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哦 他算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下次就主动再一次的送米进去 几乎不会有人 叫他说请你把米送回去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他不是当下立即就跟顾客收米款 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就是说我现在把米送过去了 那万一 万一我就直接跟顾客要米的钱 这个很合理嘛 也许站在我卖米的立场来说 我们会觉得合理 但是顾客他不可能把很多的钱放在家里面啊 然后各位要知道就是说 那个米价的稳定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 好像一斤也是20块左右 现在好像也是20多块 这是因为我们刻意去稳定 稳定那个物价 可是你要知道 也许在30年前 20块 而且我一次买不是买一斤 我可能买一个三斗 哇 这时候可能要准备一笔钱在家里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 王庆青先生 他不是以说立刻收到货款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也针对收款的方式去做了一些调整 也可以让他的米店生意继续越做越好 大家在口耳相传 哇 有一个很出色的米店 卖的米很好 而且他会提供送货服务 再来他会主动送米哦 主动送米 主动关怀 然后接下来呢 他还不会立即跟我要收米款 他会等我发工资之后 我再去付这个米款 所以相对的 他的米店生意是不是会越做越好呢 当然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回归到 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故事里面 我们其中有很多地方 是值得我们来去透过过往的资料 得到经验 然后或者是一些行为模式 再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就要跟各位去思考一下 那哪些是需要去做计算的 好 那这些计算呢 如果说您加进去之后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然后接下来去办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呢 好 大家应该有这个共识 让我们再来去看一下 通常大数据分析 他会要有工具吗 这是各位一定要去知道的 那我们有什么工具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今天介绍这套软体 它是Microsoft Power BI 它其实在之前 它推行的时候非常不顺利 后来既然推的不是很顺利嘛 那大家不愿意使用 干脆它做一件事 它把这个Microsoft Power BI 把它做成一个争议集 做成一个小套件 一个小小的App 好 然后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Excel里面 也就是说 大家手头上都会有Excel 然后你只要打开Excel 安装一个争议集 您就可以进行大数据分析了 也欢迎各位 来去看我一个Excel Power BI 就是我只有用Excel 然后把那个Power BI 变成一个争议集 把它安装到Excel里面去 然后如何进行大数据分析 各位很熟悉的一个软体 很熟悉的软体 然后接下来操作的行为 也很熟悉之后 我们可能就跟各位谈 几个简单的内容 就是我可能要怎么样去开启档案 开始做分析或连接数据 然后接下来 视觉化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再来了解了视觉化之后 我们画一些地图 画了地图之后 我们来去看一看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仪表板 仪表板就是好多好多 像例如说 呃 飞 领航员 就是 飞机的驾驶 他在看自己的一个飞行的记录器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仪表 然后他都要去看 然后这些仪表可以帮助他 顺利的去完成那个飞行的作业 所以这个仪表板 他也是我们在大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好了 那我呢 我现在我以一个开放资料 来跟各位去做讲解 将来你们可能就不是用开放资料 而是用你手头上的资料 您手头上的资料 然后现在你的做法 可能就是会每个月会出一些统计图表 那这些统计图表呢 等一下就变成我们这边 我们必须要产生的 所以大概只是让您知道一下 我现在我即将要使用的是一个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 我目前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新北市政府做得非常好 他不仅是结构的资料做出来了 半结构的资料也做出来了 甚至他把API API就是自动连接的一个形式都做出来 这真的是值得台湾各个县市 台湾各个县市的一些 就是手上拥有资料 他要准备开放的机关 他好好好好去学习跟效仿的 我是说真的 OK 那我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就是一些工部门 政府部门 他筛选 他挑选了一些可以开放的资料 可是这些资料 他必须要把敏感性拿掉 他必须要把去世别化处理 然后他这些资料一开放出去 他不会受到智慧财产权或者是专利权的一个限制 还有他可以开放给社会公众来去使用 任何人都可以出版或者是做其他的运用 已经不是在现学者 因为其实智慧财产权 他对学者是有很高的保障 但是现在他开放资料 他是授权给社会公众 就是不管您是什么样的人 通通通都可以去使用 那我现在我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卫生资料 卫生资料 因为我对人类的健康 虽然我没办法做医生 可是我会希望说把我所会的跟医生互相交流 我还是希望能够解决一些卫生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所以我就举了一个卫福部机关署的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 网址通通都一样 那个形式是一样的 形式就是data 前面四个字一定是data data点什么 就是点那个单位 点那个单位 然后点gov 因为是公部门 好 点tw 像例如说 新北市政府的资料开放平台 它一定是data.ntpc 点gov 点tw 好 所有公部门 只要你换掉那个公部门的那个名称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找到那个部门的开放资料 那我们还是简单的看一下什么叫大数据 简单的说大数据啊 我们又称叫做巨量资料 这个 这个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不管它是几个v 反正哦 这个资料呢会越来越大 而且呢 越来越多样 可能你以前收集资料的时候 收集市民的资料 我们需不需要收集照片 指纹或者是眼睛的红膜 未来我们都要做刷脸啦 对不对 刷脸付款 这个已经不是天方夜谭或是新闻了 那问题是这些东西怎么样再把它建模进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资料还有多样性 还有呢 这个资料成长的速度啊 太快了 像我们 我们现在 那个论文啊 永远都看不完 好 为什么永远都看不完 因为我们现在大概 每一年所产生的一个论文的量呢 约等于那个上一个世纪100年所增加的那个量 所以呢 我们永远读不完这个论文 因为资料所产生出来的一个速度啊 太快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了一大堆的V 然后最后还要谈它的一个价值 价值 我们如何把这些资料变成一个价值 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 因为它就是不断的会产生 绝对来说我们今天那个健保资料 健保资料 好 今天会有健保资料 明天会有健保资料 一年后也会有健保资料 一直不断的一直会加进去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那也因为它一直不断的加进去 所以增加它那个资料的量会越来越大 以前我们整理资料 我们做资料处理可能就是停在从Mega 后来到了那个更大一点叫Gega 将我处理一个人的RA sequence 一个 而且那不是人那是老鼠 就40G 可是呢 那只有一个样本 现在呢 我们不可能只有处理一个 我们可能要处理就处理1000个 那单位绝对不是用G了 绝对是用T 那再接下来呢 对不对 所以那个量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好 所以这也说明了一件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赶快做分析啊 再不做分析 再不做分析 那将来那个累积的分析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了 所以欧巴马那个时候他讲出来说 哦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石油 新黄金 新能源 新血液 好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应该是我们现在要立即 赶快着手去进行的 那 那当然当然我想各位慢慢的也都知道为什么要去做大数据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看一看 像我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哦 他说有很多的不孕症的 也不能说不孕症 就是说他很想怀孕 但是他就是怀不了孕 那这个时候医生呢 他就想说 他会不会是因为不会算那个排卵期 因为有些人排卵期可能会因为工作压力 或因为家庭因素什么因素 或者因为不知道所以他不会算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APP 然后帮他去算那个排卵的时间 然后真的提高了怀孕受孕的几率 好 这也算是一个功德意见 所以呢 他这个APP你看已经帮助了5万名会员成功受孕 如果说今天我们来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帮助市民 然后做完成他达不到的事情 那我相信这才是我们就是身为公务人员 应该会有的一些心态 因为我们也都是朝这个方向来去做事情的 那其他其实大数据分析已经应用在 像怀孕生子 就是理财工作 那其实甚至到我们的家庭 像有些人他就会出门的时候 看看说今天需要带雨伞 好 这也都是气象局报复出来的一个气象预测 那都是借由过往的所有资料来去预测 今天不会下雨 或者今天下雨几率会有多少 好 您说是不是呢 我还是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 既然我没有大数据分析 那为什么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商业智慧呢 这个商业智慧 电脑拿到那么多的资料 为什么我们叫说 这个资料会变成一个智慧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知识 要形成知识之前 我们可能要先把它 例如说流程化 取来说现在有好多好多的应用 讲说我们今天去买球鞋好了 我看中了这个Adidas的这一双鞋子 然后呢 现在有很多的店家他就说 嗯 这双鞋子就是他直接在电脑上面会秀穿 买这双鞋子的同时哦 他会推荐哦 其他人也会选择买什么鞋子 所以呢 这时候直接把两双鞋子 一双是顾客跳的 一双是电脑算出来的 直接那里给顾客去做选择 当然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可以缩短顾客购买 而且买到他想买的鞋子 所以这就是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 所以像我们去伯克莱买书的时候 下面是会说 同时搜寻这本书的人 他会同时也会关注哪几本书 或者是你去看那个 嗯 电影的时候有些网站哦 他就会说 喜欢看这部电影的人 同时可能也会喜欢看哪几部电影 好提供给你们这样 这全部都是透过过往的资料 然后去算出来 然后可以形成一个所谓的智慧 这个智慧其实更重要的重点就是他会形成知识 那要做到这件事情 还有一点要跟各位特别承调的 您看一下哦 这边有看到winner 大家都想要做winner 然后呢 这边大家都不想要去做鲁蛇 好 之前我还问说 到底鲁蛇是什么 鲁蛇原来就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好 就是失败者 您看一下哦 从过往 从过往 如果说我们只是去做一个行动派 行动派 好 反正我不管 我也不管一些什么资料的收集啊 然后我就把事情努力做好 努力做好 例如说大数据分析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会分析的面向广度太大了 他会分析几百张视觉画图表 几千张视觉画图表 可是全部做完之后 大家有谁要看呢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挑 什么是我们该看的 好 所以行动导向 行动导向 可能就会慢慢被淘汰掉 可是哪一种哪一种形式的人 才会变成成功者呢 他就去把资料潜藏在里面的意义 行为模式找出来 然后变成一个商业的世界 他就变成成功者了 好 所以呢 善用我们的一个资料 善用你的资料 第一件事情 跟各位绝对有很大的关键 就是如何收集到正确 而且可供后面做分析的资料的一个重点 所以各位其实你们在就是未来的一个工作里面 真的但也 资料收集的一个角色的同时 他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的 好 有没有这样的认同感 可能要等你们实际做了以后才会知道 在这个地方介绍了一套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软体 它叫做Microsoft Power BI Power BI 其实我们看这个图大概知道什么 它就是画一大堆的图的工具 为什么分析最后要产生这个图呢 那是因为当资料表被我们收集变成 当我们收集资料变成一个表格的时候 变成一个结构形态的资料 这个时候呢 你把资料 承送给主管来去观看 那主管看到这个内容 可能他在脑海里面要去做整理 要去做统计 要去把它视觉化 真的有这样子的主管 他看到表格之后 他就直接在脑海里面变成统计图表 没办法 因为不把资料转换成统计图表的话 他可能看到第二个表格的时候 第三个表格的时候 他就整个都乱掉了 那过往的展观真的都是 必须要具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可是呢 现在我们收集好资料 我们应该要试着去画出一些统计图表 然后方便去跟别人沟通 去跟主管沟通 或者是让主管一目了然 所以呢 就特别介绍一下POWER BI给各位参考一下 POWER BI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他就要去连结 连结资料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连结以次要资料 连结表格 具表格性质的结构资料 或者是非结构资料 或者是半结构的资料 好 当然我现在我还是以一个结构资料 来去做连结 我想顺便动手做一下 让我们感受 其实他的难度不会很高 例如说 我现在呢 我打开一个POWER BI 打开POWER BI之后呢 连登录都不用登录 因为他是一个免费的软件 所以他不用登录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 怎么使用呢 在这个地方他就有取得资料 在他的一个首页的画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按钮 就是取得资料 因为你取得完资料之后 您才可以开始去做更新嘛 在我们讲义的第14页 希望就是各位您搭配一下您的讲义 第14页 第14页在这个地方您看取得资料 我们可以取得好多种资料 包含Seql资料 文字 甚至 网页 一个网址 因为网址里面是不是会有很多表格 他全部都可以下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找我们疾管署 找到疾管署这个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直接去做一个 连结 复制连结网址 然后有了这个网址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取得资料 然后点选这个web 然后接下来就把刚刚取得的那个网址贴上 然后接下来直接点选确定 然后 他很棒的地方 他可以直接去做一个资料形式的改变 决定来说可能原本我们的资料 他是来自于网路 网路的编码方式是UTFH8 可是我们的电脑呢 他是用大5码 BIG5这种网 他可以直接在这边选择 选择UTFH8 这个格式 您看这边 几乎就没有那个很多的问号了 看不到那么多问号 然后直接点选 再入 就可以把网路的这个资料 下载下来 所以这个资料连结 很重要 很重要 那在这个地方 我还要跟各位预告一下 凡大数据分析 你画好这些视觉画图表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有了资料 怎么知道有资料呢 在这里 在这里 本来这边是空的 现在这边就一堆的资料 连结好了这个网路资料之后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其实画图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 或者是我们这样子来说好了 分析 分析是一件我觉得要 只要你有逻辑性 我以前我在教学的过程 不管是教美工啊 动画 或者是一些伺服器 资料库 管理 我都会希望说 我的学生啊 他是因为 逻辑 懂了 听懂那个逻辑 然后 不要去死背 所以呢 我还是希望借由 就是说一个 如何做分析的一个概念 来跟你们 分享一下 当我们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会拿到资料的编码簿 这编码簿呢 其实你只要知道说 例如说这个栏位名称 有看到栏位名称 这边有发病日 个案 研判日 通报日 性别 年龄等 反正就有很多很多栏位吧 那这些栏位 开始可能就会想说 哇好多栏 可是怎么做分析 老师你一直说 我们要做分析 我们收集好资料 这个表格也建立好了 然后上面也有栏位名称了 可是我还是不会分析啊 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特别 请你去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叫做属性 属性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文字 属性 例如说 日期 日期为什么是属于 日期它是属于文字这个属性 例如说2017 虽然它出现是数字 对不对 可是你不可能把2017年加2017年加2017年 因为只有数字才会有运算 没有人再把很多个2017年加起来 所以它不能属于数字 它应该是属于文字性质 那有没有是确定是属于数字的呢 像例如说销售啊 销售不是由于销售的金额吗 那就一定是数字了 获利或赚多少钱 这一定也是数字的属性 那像这边 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我们什么感染国家 它是文字 可是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确定病例数 它是数字 就是 哪一天发生几个登格热的确诊数 好 那个数应该是数字 好了 有了这个观念 就是哪些是属性 哪 有了这个属性的概念 就是说 你把栏位名称画根为哪些是文字 哪些是数字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数字只有一个 通常我们是这样做分析的 通常我们是这样做分析 你可能接下来你要知道 两件事 第一个 最基本的分析就是 我选这个属性 选一个 例如说文字属性 我们选一个 搭配数字属性选一个 那你看这样子总共会画出多少张 统计图表 例如说 分析多少张统计图表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设有20个文字属性 转一下 2 4 6 8 10 12 14 16 18 18个文字属性 一个数字属性 那是不是 C18 选1 乘语 C1 1 选1 还记得C吗 国中数学 忘了就算了 好 重点是 至少 左边是不是18张图 右边是不是一张 OK 这个时候 第二招 你只要知道 哪一张是最重要的 现在是不是有18张图了 你是不是只要分析说 哪一张是最重要的 举例来说好了 通常哦 通常哦 像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当想要知道说 那个 呃 哪一天啊 什么通报日数有多少 这个可能就会变成我们立即想要去看的 或者是哪一个感染限制 它的一个确定命令数有多少 来分析 这都是我们重点中的重点 也就是说这18张图表 哪一张才是我们要的 如果说就是 Action Token的人呢 他可能会怎么样 他可能就是18张我都算出来 这样子好不好 18张图表 然后给老板看 老板是不是要花时间 而且 您给他看报表 你还要解释 您觉不觉得 等到他看完18张报表的时候 是不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这样子好像不会比较有效率哦 而是我们应该去思考 哪一张报表是老板想要看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概我们知道了怎么做分析 我们要先了解 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大家拿到资料之后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您要知道 您要分析什么 这才是重点 所以拿到这个编码簿 第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就是从这里面 文字属性里面 选一个 搭配什么 数字属性 选一个 现在就只有一个 确定病例数嘛 好 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各选一个 历年登革热病例数统计 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啊 还有呢 地区值登革热病例数统计 好 是不是也很重要 好 所以就一张一张一张做出来 但是您一定要确认 哪些是重点 哪些是老板想要看 哪些可以 不要做 好 大数据关系 我还是要特别强调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您可以画一堆的视觉化报表 可是这些视觉化报表 真的都是老板所想要看 或者是他必须看的吗 还是您很有时间 例如说 那个 回到家也是在办公 然后呢 辛辛苦苦 甚至可以跟老板说 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你为什么不看我做好的视觉化报表呢 绝对不要去做那个 只让自己有苦劳 老板看资料 难道不用花苦劳吗 所以不是这样子能去做事的 而应该要去思考 就是说 哪些是我们必须做出来的 报表 不然 刚刚只是C18取1 乘语C1取1 那有没有可能文字要选两个 C18取2乘语C1取1 有可能嘛 哇 这样加起来 那个蓝位越多 我我甚至看过哦 看过呢 魏福布给我们的 例如说 筛检资料 那里面有一百多蓝 一百多蓝我可以创造多少 我可以创造至少 几百张 几千张的统计图表 我可以了解我们该分析什么 会变成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重点 接下来呢 我就从中来去挑选 例如说 历年登革日并立数的统计 例如我现在呢 例如说我现在 我们来观看一下 我们来做第一张 第一张图 我只是要让各位了解到一件事情 其实做图是很容易很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就来看一下历年发生登革日并立数的一个统计 因为是时间 应该是 我这边可能有放错图了 第十八页 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图表 我们以前做图呢 你要知道说要选什么栏位跟什么栏位 就像画那个枢纽分析 制作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枢纽分析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太中勾选的方式 因为我想要知道那个 历年发生登革日确定病例数 所以一定会有跟日期有关的 那日期有关的目前看起来就只有什么 这个叫做通报日 通报日是医院 他承报给卫福部的时间 还有一个发病日 发病日就是这个病患呢 他住院的那个时间 所以我觉得发病日 我现在如果说以我的一个 我觉得说我现在我先确定一下 就是我的研究 我想要从发病日这个日期来去做一个统计 所以第一个我们会先选发病日 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个人的习惯 就是我会先选择我要用哪一个类型的图表 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会先想一想我画出来的图表 先长什么样子 例如说我限制我就是要直条图 所以我这边我就直接选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我再去勾选我对应的相关卵位 就做完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就选什么 发病日 我就勾一下发病日 这边会有发病日 跟什么 确定病例数 我把它拉大一点给各位观看一下 你看我已经画完了 我已经画完图了 可是你要想一下 画图已经变得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了 可是接下来 这个是视觉化软体 视觉化工具 您应该要把重点摆在什么地方 当我今天 我要让对方一目了然 请问一下 这个时间 从1998年开始 到2017年的资料 时间能不能做排序 时间我们 我们只能按照日 时间来去做一个排序 我们不可以按照 病例数来去做排序 这观念可能各位应该要先具备的一个基本知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今天你看到这张报表的时候 您是不是要去跟主管报告 那报告的时候呢 您是不是也只会报告重点 重点在哪里 这张报表它的重点在哪里 这张报告的重点会不会落在 例如说这个是2014年 这是2015年 我们就会说 2014年跟2015年的更格热病例数最多 是不是会这样子做报告 好 可是呢 通常 通常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 可能连 口头报告的机会都没有 请你一定要动手做一件事 例如说好了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这张图放在网站上 你不可能跟每一个市民 因为我们做开放资料 您不可能跟每一个市民去沟通 所以这个时候 请你一定要善用视觉化工具 就是把你要讲的重点呈现出来 重点会在哪里 例如说 我们就要把这个颜色换掉 这个颜色换掉 这个颜色换掉 这样子大家一看就说 你就是要跟我讲什么 讲说 这三个年所发生的登格热病例数 是最多的 以前我们做的统计图表 现在那个观念要稍微做一些修改 所以您看一下 这边怎么去做修改 所以我就点选它 然后在这个地方去简单的做资料色彩 把资料色彩做调整 例如说 这个应该是2002年 所以把2002年改成红色 那您放心 我们通常标资料 也只要标几个 标一个 还是标两个 还是标三个 还是标十个 还是随便 记得哦 就是没有随便 通常我们会标资料的话 会标三个 也就是说 刻意的把前三名标出来 好 您看一下哦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话 我们至少 至少在这边 我们会有一些想法 什么叫想法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想 当我们今天标出来不同颜色 您要传达的讯息 会比同样都是蓝色来的好很多 像这边我们就可以 告诉老板 或者告诉 呃 假设我们做成开放资料 告诉市民说 2014年 2015年 还有2002年 登革日的病例数是最多的 当然啦 你也可以把那个数值啊 都呈现出来 好 例如说资料标签全部打勾 然后把那个 呃 资料的一个 数值大小稍微设大一点 这我想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方便市民去看的 因为您给他方便 他就会觉得 你提供的一个服务是好的 这个时候老板一定会很想要知道说 哦 他比较多嘛 多多 对不对 他要那个数字 因为通常我们 我们在报告资讯的时候 我们讲出来 最多 对不对 可是呢 很多很多的主管 他在报告的时候 他是精确的报告 他其他的年不用报 但他至少最多的那三年 他会把数字念一遍 就是口头报告的时候 一个呈现自己是一个专业人士的一个做法 好 我相信各位在报告的时候 应该也是这样子报告的 这样子的一个重点呢 所以我们大致上可以了解 原来第一 画图不是很困难 第二 我们应该要达到视觉化效果的极致目的 就是真的把你要老板看什么给他看 就是有很多人会把资料隐藏起来 怎么隐藏 如何隐藏资料 过滤啊 过滤不是就一只手遮天掩盖了资料的呈现吗 不是吗 不是吗 是 有同学点头了 所以资料科学家将来 这就是资料科学家在做的事 这资料科学家将来一定很重要 一定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他的社会地位部署医生律师 因为你要给别人看什么 就自己来去决定了 是中间人参考的啦 中间人参考的啦 中间人参考的 那我们接下来 有了这个根格勒确定的病例数之后呢 我们还要画好多好多图 像例如说 来就画依性别啊 例如说 我再画一张好了 依照性别 依照性别 就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蚊子啊 蚊子 它叮人是 有没有性别歧视 你们觉得有还是没有 好呢 直接来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在这个地方 因为性别大概就只有两种 对不对 我们先不讨论什么第三性 我们就讲 男女这个性别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就先决定 用圆形图呈现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来画个 例如说 性别 性别在哪里 性别打勾 然后接下来还有 确诊病例数 所以从这边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你看几乎是 中间一分为二嘛 对不对 您切西瓜 可能还不会切这么直 所以您看 自然界是不是存在一个很奥秘 很奥妙的一个特色 蚊子 叮人 不会因性别 是不是 还是说 他这一次叮完 男性的 下一次他就要去挑女性 谁知道呢 我现在想要教你们那个 第20页 20页 就是探讨资料 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向下探索 向下探索 这件事情 好 我们回过头来 来去看刚刚这个资料 比如说好了 我们今天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您觉得 您觉得 您是不是要继续分析下去 还是 只做这个结果图 这还没有结果 这还 这只算是 发现问题 发现什么问题 2014年 很高 2015年 很高 2002年 很高 请问一下 发现这个问题了 那接下来的老板 他会问什么问题 或者是 你想知道什么问题 比如说 你会不会想说 那 为什么2014年这么高 这是不是很直观 我们就必须要去 了解的是 比如说 2005年 比2014年还高 高一倍耶 Why 为什么 可以了解 那你是不是要继续来去 向下探索资料 所以 怎么向下探索 我在这个地方呢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 您今天 往下探索资料 你不用再画其他图了 只要你会用一些基本的工具 举例来说 我想要看 2014年 我想要去看 2014年的资料 其他资料 我们先不看 需不需要看 2013年 不需要 因为2014年 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2015年 也是值得我们去看的 好 那如果您可以从 2002年 就可以推测出来 10年后 我们会有 登革热的一个 例如说 事件的扩散 哇 那您就可以得诺贝尔奖了 了解吗 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我说的是真的 就是 有预知 为什么我讲出资料科学家 将来地位会越来越高 就是因为 差距有 也不算是 我觉得是预测 只要您给我200年的资料 我就可以告诉你 好 这可能多久 会产生一波的流行 因为流病大概就是在 朝这个方向来研究 好了 那我们现在 如果 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图 我相信老板一定会想说 那2014年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基本工具 这个是 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 我有刻意的滑起来 它就是向下探索 所以你看它箭头是个往下 一个很小很小的图示 好 当我点了一下它之后呢 我就点2014年 你看 就直接给我 直接呈现2014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的情形 可以了解我现在要表达的意思吗 假设我们今天在做一个报告的时候 我只需要 我只需要 这边点一下 向下探索 然后呢 再点一下 我要向下探索的那个资料 例如说2014年 好 所以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 2014年 那个第三季 我们因为给它的资料是时间 所以是不是只能告诉我 哦 时间上面来说 它是第三季 就开始应该这个叫做扩散 或爆发 好 2014年的第四季 达到最高 那各位可能还会更有兴趣 看一下 2015年的1月 是不是 擴散 或者是爆发 可以了解吗 因为这是 连续性的时间嘛 好 就是疫情到什么时候 控制 这就变成说 那个 主管要去关心的了 所以 您就必须要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们能不能去看一下 这个是第三季 第三季 有看到 它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 那我们回到 上一个画面 来去看 第四季 2014年第四季 有看到 有看到 它是什么 10月 11月都很高 到12月 直线下降 这个 第十二月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 叫控制 好 我们讲那个流病名叫控制 但是 当你今天看的资料 不是这样子的资料的时候 可能 就要请各位来去做思考 那 这边是 针对我有兴趣的资料 来去做一个资料分析 然后向下探索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下 讲一下 2015年 2015年 哇 你看 第三季跟第四季 是不是都很高 从第二季 咚 直接爆发 像那个 那个 它的一个爆发力 是非常大的 然后再接下来呢 20 2万 2万 3 好 点一下 你看一下 它其实真正的爆发点 不是7月 2015年 不是7月 是8月 然后到9月的时候 3倍以上的成长 好 如果你还有兴趣继续看 可不可以继续往下探索到日 因为卫福部给的资料 几乎都是给到日 那 我们 就是地方政府给的资料 好像都是给到 月 居多 月 其实 其实我觉得 你给到月 如果说你给的资料是很长 比如说20年 你给到月 其实也够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12月 像刚刚 刚刚我这边呈现 就是说 9月 9月 那我们去看一下 9月几乎都很平均 其实这样看起来 其实它趋势是平均的 就是 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呢 这算不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向下探索 而且这种向下探索 直接因为做了一张报表 我们 可以 因向下探索 再写出好多好多的 资讯 资讯就是你要去报告出来给主管听的 接下来我还要再跟各位来去分享 另外一种向下探索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们刚刚考虑到就是说 哪一年是我关切的 我就向下来去探索 因为我们探索最多的2014或2015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探索的方式 就是 登革日会不会有季节性 季节性 例如说您看哦 1到6月 好像它都蛮低的 那8月到12月好像都要开始爆发 很高 所以这算不算是一种季节性的一个探讨 应该算 还有 其实 我还要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哦 分享一下 您现在看到 卫福部所提供出来的资料嘛 对不对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那新北市的登革日的资料是怎么样 那就是可能在做的各位 您在处理卫生资料的时候 可能就会处理到 因为我们关心全国 我们会更关心我们的新北市的市民嘛 对不对 好 我现在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呈现 向下探索 向下探索 你看在这个地方 它有分两个 两个 一个是回到最上面 然后这边 这个向下探索呢 好 那 第21页了 在这个地方哦 左边有三个圆圈圈嘛 这三个圆圈圈 我现在要先介绍的是 假设 我今天呢 去看那个连续性的资料 刚刚那个只看某一个区间 现在我们来去看连续性 假设我现在我们选择从年到季 年到季这边我们看到了什么事情 就是 这边是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然后一二三四季一二三四季 到这一年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好像这边它是高起来的 然后好像就是 滴滴 然后高高 然后滴滴高高 滴滴高高 就是第三季第四季都是高的 好像类似这样子一个呈现 甚至每一年都是 你看哦 两个高前面一定会有两个低 两个高前面一定会有两个低 这是就连续 例如说从那个 中华历史五千年 从皇帝开始一直到民国 这样连续的过程 来去看资料 那除了这种方式也可以用月来去看 月你就会发现哦 好像这边滴滴滴滴滴 就七个月低 然后后来八九十十一十二就开始高 而且它会呈现一个分布 然后接下来呢 再往后去看 好像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你看滴滴滴滴滴 然后到这边稍微有点高起来 然后又开始滴滴滴滴滴 然后这边有点高起来 这是看月的方式 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有几个月是低的 然后开始高起来的一个分布 到这边你看前面有几个月是低的 然后开始有一个分布 那这个时候呢 也许我们就可能要去继续看 那会不会有所谓的一个季节性 季节性 所以我们就点中间这一个 中间这一个点下去 我们可以发现哦 这个是整个跨年度的合计 就是第一季的合计 1998年1999年 一直到2017年 所有的第一季加总在这边 所以这个资料 这几个按钮要是您会按 您再做一些 就是资料的探索 它会很方便让你看到一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可能了解到说 登革日 这边我们就可以讲说 它会有一个季节性 而且呢 号发生在几月 例如说是几月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几季我们知道 第三季跟第四季 那几月的话很简单 我们就这点一下 原来它号发生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什么 所以这张图 我们是不是要再去画了 如果你要呈现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点选 点选 然后把资料色彩啊 然后开启 这个月 这个月 这个月是9月 9月填个红色 10月填红色 11月填红色 好 你觉得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让别人知道说 噢 登革日 发生在9月 10月 11月 有了这样子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相信各位在使用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都具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向下 探索工具 你就可以去分析它有没有季节性的问题 还有它有没有其他的 例如说2014年啊 它号发生在哪几个月 好 这个时间的探数 全部大概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除了时间的概念 我还要跟各位讲 它可以应用在地区 例如说 新北市有好像30多个区 行政区 那区跟里 是不是之间的关系 也会变成我们的一个重点 也许我们是就 市的角度来去看 可是你觉得里长 里长他关心里民 胜过于其他里 对不对 虽然他关心的是新北市 但是他会不会也关心 同步去关心其他的现实 我想一定会的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 好 所以呢 一样的观念 只要你建构好它的结构 好 建构结构其实用拖拉的方式 是很容易建构的 那接下来呢 我想再跟各位来去分享一下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第24月 其实当我们今天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我们大致上已经知道 就是资料的一个情形 到发生在几月 假设我们就停留在这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说 那会不会有跟温度 是有关系的 什么叫跟温度有关系呢 那是因为说 假设当我们今天去探索这个资料的时候 发现 好像 它集中在某几个月 我这个时候 我就会联想到说 而且 8月 9月 10月 11月 是不是我们讲说 那个 比较温度比较高的 那几个月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 把那个气象局它公布的 例如说近10年 近20年的平均 月平均温度 过来去看一下 因为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能够找到温度 跟病例数的多少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 也就是说 那个蚊子 蚊子 它 持续去就是生长 适合的环境 如果我能够调查出来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帮助很多 例如说 也许是中南部地区的一些主管 在做一些行政决策呢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就先把那温度的资料 调出来 它数据分析 它有一个重点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 当我们今天看到解决 登革热这样子一个事件 这个时候您要想到 可能去跟 例如说地理环境啊 例如说 温度啊 就是其他的大数据的结合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不要 要 重新再去收集 各年资料 再取得各月平均温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 可能已知的资料 我这边我就直接从网路上去下载 好 例如说 我现在叫了一个文字党的资料 然后呢 因为它 我整理好了 其实在网路上它是UTF-8的形式 我已经整理好 所以它已经变成BIG-5这种档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上面是我的一个 各月 登革热的病率数 那下面我就想要去画出来 画什么呢 画出主要的某几个城市 它的月平均数 这张图怎么画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选择折线图 选好折线图之后呢 我就再选这个月 因为我要知道各月的平均 然后接下来 我只看某几个重要城市 像刚刚我讲 2014年可能是某几个城市 2015年某几个城市 所以我就先看南部的那四个城市 例如屏东 高雄 台东 台南 好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如果 如果啦 您 不是学统计 不是学统计 也没关系啊 你就外包一下 外包一下 就是说 你就去请专家来帮你算 算管齐相关系数 就是温度啊 到底跟登革热的 登革热的病例数 有没有存在管齐 好 这个外包找 究竟找 例如说 新北市的大学 然后找他们一起来去合作 我相信都很容易得到那个相关系数 然后去写这个报告 只是在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跟高雷强调讲一下啊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假如说我们今天从11月 11月的月平均温度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嘛 11月的月平均温度 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呢 12月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好像会变成是一个门槛 而且12月变到1月 有看到哦 这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这个12月 12月在这边嘛 12月 然后变到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往下降 降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蚊子在这个温度之下 它的存活几率是很低的 所以它就直接那个时候就自动的死亡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从温度上面可以得到这件事情 那个温度啊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 当时我们考虑到用 例如说登革热在扩散的时候 我们除了用海水去清那个海水道 是不是还可以选择降温 那降温的方式应该又选择什么 而且要降多少的温度 然后就可以控制住这个登革热的疫情 所以呢 如果相关系数算出来 这应该是对于一些行政措施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里就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们在10月的时候 10月的时候呢 它的温度 它的温度在这个地方 我就要想办法可能降低多少度 看一下 10月在这个地方嘛 10月月均温超过25度 我就要降低 降低到20度以下 所以10月如果要降低 冬格热的一定率速 我是不是要降5度以上 好 那11月呢 11月我是不是要降低大概是3度 好 如果真的这时候扩散的话 好 所以这只是我要告诉各位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当我们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收集到不同的资料来去做比对 稍后我们就要来讲那地图的部分咯 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登革热啊 有没有地区性的问题 首先呢 例如说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 我准备开始来去画一张新的视觉画报表 他在这边提供了三种画地图的工具 如果您觉得这些不够 我们网络上还有100种左右的图 而且会越来越多 如果你觉得这100多种还是不够的话 那其实别人也有像R已经画好了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图 你也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 那我们现在 假设我们来去画地图 那怎么画地图呢 我们就来画那个登革热啊 好发生在哪几个县市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用最基本的地图 然后接下来我要选择的 当然就是我的登革热的 在这个地方跟地区有关系的有感染的国家感染的县市 好 所以我们勾选感染县市 接下来呢 再点什么 确定病例数 因为现在您看到每一个圆圈圈 好像大小都差不多 可是呢 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刻意的了解 所以登革热啊 它这么多的这个病例数 大概分布在什么地方 所以原本的思考就是说 登革热好发生在什么季节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看 登革热好发生在哪几个地区 或者是我们现在来去看 你看这边是不是会有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是高雄 这个地区是台南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说 这个地方哦 应该是我们一个需要去花很多钱 而去做一些防疫的措施 还是说我们在新北市 花很多钱去做这样子一个措施 好 来去防疫文子呢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又可以再去针对一些 就是备用经费预算上面 来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呢 这个地图其实还蛮简单化的 三个步骤就画出来了 第一个 选好视觉效果 当然就选这个地图了哦 第二个 选什么 第二个我们就要去选 那个在这个地方感染的现实 还有就是并力术 我先把这张图啊 先缩小 先缩小 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种图 这一种图 这一种图 它可以帮我去画各 各个乡镇 就是各个更小的单位 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除了知道那个高雄 我是不是想要知道那高雄哪几个城市 类似这样子的图 我们就要用这一种图来就画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要选择另外一种 就是感染的村里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 确定的并力术 他在这个地方就把所有那个村里啊 帮我去画出来 但在这个地方 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哦 因为有时候这个中文定义的关系 他定义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定义到例如说其他国家 例如说像台中市有关什么 北区 中区 南区 高雄也有 对不起 应该是台南也有 所以他就把这几个名称 全部都并在一起来去做计算 所以可能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您看一下哦 如果有时候我们要看到更细的资料 例如说那个村里 例如说里长他要看这样子的资料 这个时候呢 或者是我们要去看什么叫做 蔓延 扩散 对不起 那个应该就用扩散 再来疫情有没有被控制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这一种图来去呈现会比较好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那个扩散的行为模式 或者是控制的行为模式了 就是假设 假设这三个点变成 就是例如说下一周变成十个点 在下一周变成二十个点 这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地方的扩散 类似这样子一个定义 我们就要去找出来 哦 这个地方如果有连续的这样子的情景出现 我们就视为是扩散 因为扩散 这是我们最不希望遇到的 好 那这接下来呢 我们两种画图的方式 一个是画那个各县市区 另外一个是画村里 全部都可以画 好 那重点是哦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想要知道 像刚刚最早的时候呈现 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图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不是 就是因为2014年2015年 它的一个数量是不是很多 我们也知道它有季节性 可是呢 我们特别希望知道它好发生在哪几个 例如说 例如说村里 这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要再复习一下 向下探索 刚刚的探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选 点选2014年 点到2014年之后呢 这是所有的县市哦 所有的县市的探索 这里它就排排站了 所有的都在这边 但是 但是 我现在想要把资料恢复到最原始 这个 2014年点一下 这个意思啊 是 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介绍 仪表版的概念了 仪表版 原本我们探索 是只有在 这一张报表里面探索 可是我现在要 扩展到其他仪表版 其他的报表的探索 所以呢 请各位来去观看 第31页 您看一下哦 当我原本在这一张报表 应该各位有印象嘛 就是 当我们今天来去谈这一张报表的时候 它是可以去 继续向下去延伸了解 就是登革热号发生在哪几个月 可是呢 当我今天我来去做 仪表版的探索的时候 它会得到更棒更多的资讯 例如说 我今天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去知道 2014年 2014年 为什么看2014年 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因为它很高 登革数很高的那一年我们要去看嘛 好 可是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看就要去看什么 它在高雄市很高嘛 对不对 就是其他的城市好像都不是很高 有没有看到这个浅色跟深一点的颜色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就是说 整个高雄市啊 累积起来在2014年这么多 那2014年哦 几乎这些所有的量都是高雄市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会关注 高雄市这边发生什么事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想要去继续探索高雄市哪几个村里 发生整个人 对不对 从地理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哦 因为行政区跟村里 它已经建立关联 所以它照样可以去做这件事 向下探索 所以当我现在我点了这一个按钮之后 然后点高雄市 您看这里的城市啊 全部过滤掉非高雄市的 例如说这边只剩下三明区 大社区 大辽区 好 依此类推我就不念完了 所以各位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会想要知道 这个前几名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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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有没有聚在一起 就是当我们在做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去看那个最高的嘛 如果 这几个 例如说三明区 隔壁也爆发 然后上面也爆发 附近都爆发 这样是不是会整个会慢慢的扩散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点就关掉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 三明区到底在地图上的什么位置 假设今天 我们要去讲解这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最好把地理位置也标出来 然后 这个 这个村里跟另外一个村里之间的距离 远近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所以呢 我就先点一下这个 三明区 在这里 绑错键继续按住 然后点 第二个 例如说前证 因为前证也很高嘛 有看到吗 距离不是很远 再来 还有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字也蛮小的 放大一点来看 这个叫做 凤山 高雄凤山区 好 那你有沒有发现 这三个村里 距离是在这边 高雄应该知道也很大嘛 没有新北市大 可是 它是不是距离是附近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会更有兴趣知道说 2014年高雄市登革热三明区 发生了什么事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能又会去结合新闻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见谷之今 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 最大的搜寻引擎 Google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在这边输入 关键字 例如说 登革热 空一格 2014年 高雄 你看后面还搭配死亡 所以我们这边只有讲那个 登革热的发病数 并没有讨论到死亡数 好 我们直接按一下Enter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你看维基百科还有专业 专业 2014年高雄市登革热疫情 那我们来看看 它有没有记录三明区 因为三明区刚刚是不是最多 好 您看在这个地方 它说2014年高雄市登革热疫情 因为什么什么关系 然后 好 这是第一句话 可能没有介绍到 可是您去看一下 三明区 有看到吗 它在这一段 它就有写说 三明区这边 它说 2014年11月 为防止疫情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举办 抓蚊子比赛 我们新北市好像没有办过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接下来呢 引海水灌注三明区 为什么是三明区 因为那边疫情最高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当然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你看 从最早我们资料搜集 资料搜集完毕之后 它形成一个表格 然后接下来 你是不是要去做分析 分析要向下探索 您可以知道它有没有季节性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可以跟什么 地理资讯结合 结合之后呢 我就知道说 噢 发生在或者是 在哪几个地方 有没有扩散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或者是 最后我跟 新闻时事的结合 您是不是就会知道说 在什么时候有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各位 这些都应该要形成经验 如果你有一次 两次 三次 知道了 做过这些分析了 请问 当下一次 下一次 我们 例如说某一个行政区 然后发生 10个 然后呢 又隔了 隔了一周 发生30个 又隔了一周 变大 例如说50个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 很有那个 危机意识 就会想说 会不会有一个 扩散的可能性 好 这个疫情扩散 然后 接下来呢 您是不是应该要 赶快让 就是 因为你是掌握资料的 第一人 而不是你的主管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要立即 赶快去 进行一个 就是说 数据整理完毕 跟主管报告 所以呢 这是 提供给你们去做一个 参考的地方 那我们顺便 顺便你来做一下 刚刚讲了 2014年 2015年 2014年还是第二名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15年 2015年呢 如果我把所有资料 来去观看一下 2015年 您看一下 这是全台湾 全台湾 所有的一个行政区 这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是在32页 32页 您看一下 当我点了2015年 您看一下 台南跟高雄 可能要在这个地方 请看一下前面 台南好像比高雄来得高 这边是台南市 这个是台南市 这边是高雄市 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更关心一下台南 台南关心完毕之后 我们还要去关心高雄市 因为这两个城市的一个 登革热的病例数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因为想要看台南市 所以我又点选这个向下探索这个按钮 然后点选台南市 那这个地图可能要稍微往上一点 这才是台南嘛 好 我们来观看一下 为什么它没办法直接导向 就是因为太多 它已经延展到 例如说日本 还有中国大陆南方那几个城市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台南 台南以什么 这个叫做北区很多 东区 反正就是我稍微扩大一点来看 你看哦 这个地方有什么 仁德区 中西区 北区 然后永康 有看到永康 还有像这个安平区 还有安南区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我们看那个北区 它是直接倒到日本去的 还有它把那个台中的北区 那些全部都混在一起来算 所以我们来算那个唯一的名称 像例如说永康区 安平区 看它在哪几个 那个村里 然后是不是聚集在一起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第一个 我先点选这个永康区 对不起 这边要关掉 好 然后点选这个永康区 永康区在这里 然后呢 Ctrl键按住 我在点选这个安平区 当我点选到安平区的时候 永康区你看变好大 因为它会希望让您看到 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大小的差别 Ctrl键按住 我们再点选安南区 你看是不是聚集在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以行政区来去观看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做到这个地区 或做到这个地区去做防疫的工作 那是不是就等于就是成效不会那么的大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行政区 哪几个地区 它有扩散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来去做一个疫情的防疫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去做探索资料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这也是结合大数据分析 我们才可能知道的一个现象 还是要跟各位来去分享 就是预测这件事情 什么叫预测呢 在第33页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今天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一张图表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张图表给各位观看一下 它是不是从2000 2002还蛮高的 好我先把这几个换颜色 我先把它的一个资料 色彩 例如说2002填红色 然后2014年填红色 2015年填红色 那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像每一年都会有登革日 但是我们来去做出一个趋势 做出什么趋势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今天画好一张图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去设一些管理线 就是例如说 假设我们大概知道平均每一年 会有多少登革日的病例数 那新北市是多少 那我们可能就会设这个平均线 当做是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在这个平均线之下 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有提供一些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线 像常数线 就是方便我们去做管理的 还有像例如说趋势线 比如说点选趋势线加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多了一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意思 这条线所存在的意思是指说 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 它电脑来去估算 未来可能发生的登革日病例数 也就是说可能2017年它会这么高 但是你应该知道 那就是当你们在做一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例如说2014年 它可能是因为受到那个气暴的影响 然后气暴要到处去撒水嘛 到处撒水之后呢 就可能会支撑很多的那个病霉纹 也适合的一个环境 所以导致那个病霉纹到处支撑 然后登革日 那个疫情的一个扩散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特殊的原因 先排除掉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趋势 也是有人这样子来去做的 所以假设我把2015年 2014年我先排除掉 那它可能的一个趋势线 趋势线就会 又是呈现怎么样呢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讲一下那个资料的筛选好了 资料的筛选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针对年的资料来进行筛选 例如说小于或等于 20多少 因为要2013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 如果我拿2013年之前的一个资料来去观看的话 它的一个趋势啊 趋势是上升的 是上升的 大概就是以每一年为单位的话 它可能发生的登格热病率数是 这边已经到了1600 1700左右 这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当我们今天做好资料分析 我还要再去做这个预测呢 为什么要去做一个趋势的了解 那是因为说 假设我今天 我们 做一些疫情的控制 我们是不是应该会先 会有一个预算的编列 预算编列我到底 每一年我该编列多少 其实我们都可以从这些 就是可能发生病例数来去回推 去算一下我们可能编列的预算 假设我们大概知道 如果它的病例数 我可能就会准备相对应的这个预算 来去做反应 如果说我通通都不知道 我在编的这个预算 就会比较不精确 比较不准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除了要去做好这个资料分析 我们可能还要提供就是说 未来可能发生登格热的病例数 然后编列适当的一个预算 让主管可以有一个计算的依据 所以在这个地方 趋势应该是一个还蛮重要的重点 但是坦白说 这是电脑算出来的 对不对 这是电脑算出来的 而且它是用什么 线性回归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我们 通常我们都会把这种事情 就直接推给统计专家 我们就会写说什么 依据 依据 线性回归 从什么1998年到2017 而2013年的资料分析 我们大致上可以预测 2017年可能的登格热病例数 因为你前面已经交代了 那是经由一个统计回归 那如果有人要挑战的话 您先去挑战那个统计回归吧 我们把责任就直接推给他了 因为通常我们写论文都是这样写 例如说假设我要讲 引述哪一个新闻报导 说了哪一句话 我都会先把那个新闻报导先讲出来 意思就是什么 我可以推卸我的责任 你不用来找我 你要求证这件事 你去找那个新闻报导 通常在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 请你们一定要注明 我们用的是什么 线性回归 这边是不是看到一个线性回归 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学我其他的那个课程 我们还有非常多种回归的方式 绝对不是只有线性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刚刚有了这样子一个预测 我们用趋势来去帮助各位做预测 这我想应该蛮容易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预测 预测 什么叫预测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知道 2017年预测 预计会有多少登革热病例数 2018年会有多少登革热病例数 对你的一个工作 绝对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举例来说好了 我假设能够知道颱风 我要是能够预测颱风到底来 或者是不来 那我是一个 那比如说假设面包店 那我要 我面包可能是当天早上要去制作 但是你应该知道 面包是需要发酵 那个酵母是不是就是放进去 然后他等待一段时间 那边如果有颱风天的话 那可能我没有客人上门 所以每个行各业 可能都还是需要一些 那比如说预测 预测 而且要比较准确一点的 所以相对的 假如说今天 他知道颱风会来或不会来 他是不是也可以在之前做好准备 所以啊 我刚在这个地方 又可以再说一次 所以资料科学家 将来因为具有这个预测的能力 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很多的事情 但是前提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他要拿到足够的资料 所以你们将来扮演的 如果没有各位好好的去搜集这些资料 那么后面的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 然后再后面更重要的预测 就会失准了 所以你们的工作是真的很重要 那我再附带说一个小故事 就前几天啊 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讲说 老师你讲的这个大数据分析啊 好好喔 可是他说 好奇怪喔 我的工作好像不需要 好他就说他的工作好像只要把资料整理好就好了 那我就说你是做什么 例如说他是做那个业务的 我就说业务不是要每个月算出来说 这个月跟哪几家公司顾客的往来记录 然后有没有漏死掉哪些客户 有没有增加哪些客户 这都需要做分析啊 否则的话如何评断这个月的一个绩效呢 所以他就说 他光整理这些资料就花了很多很多时间 原来他花了很多时间没有做整理 我就跟大家提议就是说 其实整理资料是有方法的 好那个方法 比如说办公室自动化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真的整理资料 他是有方法的 那我接下来我还是要再继续跟各位分享 就是预测 预测 这个预测啊 他是预测未来可能的登革热冬定例数 在讲义的第34页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咯 我先把这张图啊 我先把这张图 我先改成折线图 改成折线图的方式很简单 就点一下他就变成折线图了 就直接从直条图变成折线图 那折线图呢 折线图在这个地方 刚刚做了一个趋势线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叫做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其实您看一下他 因为刚刚在直条图的时候 我们来去看这个趋势线 应该还是有发现 他有微微上扬的这个趋势 趋势就在说这件事 那预测呢 预测就是直接把后面 例如说2013、2014、2015给画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咯 这边有一个叫做趋势预测 加入 这边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季节性 不晓得各位 刚刚我有没有念到这一句话 他说 登革热四年一个循环 四年一个循环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直接把季节性改成四 然后套用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把四年一个循环 这根本就不用你算 您会想要知道怎么算吗 不会哦 那就交给我们这些学者来去研究就好了 然后怎么样可以更精确有效的掌握 所以我们有一些什么关节合作啊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如果拿到2013年之前的这些资料 再加四年一个循环 他分析出来的结果 未来是慢慢的又下降下去哦 有看到这件事情哦 好 那当然 当然在这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信赖区间 就提供给各位来去做参考 可是这样子的意思是指说 例如说在2014年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值 2015年是这样子一个数值 大概在3000多 然后到了2015年 2015年大概又降下来到1000 1300左右 然后2016年降到 比如说1000以下 OK 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事实 真实的资料来去做一个比较 真实的资料 刚刚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呈现了一个就是筛选 我可以先把这个筛选呢清掉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把真实资料加进去之后 他会觉得未来的这个数值啊 会变成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避开了这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 各位应该知道 就是说可能2014年2015年 像气候不是年年发生嘛 对不对 所以那些应该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因为他用了是这么多年 大概十几年的资料 来去预测出来 来去预测出来 可能未来每一年的一个发生的数值 发生的数值 落在这个八百八千 这个数值就蛮高了 蛮高了 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 应该还是要把这个两年的资料先过滤掉 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利用筛选的方式来去做 如何筛选2014跟2015 所以在这个地方 选择年进阶 小于或等于2013 然后或大于或等于2016 然后套用 好 你看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这样一个趋势 是不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 而且呢 这是有加了4年的一个模式 4年一波的循环 所以真实的数值 就直接呈现给您做参考 而且您到时候您可以写说 如果你真的不会写说 他是用什么什么工具 至少你可以写说 就那个 Microsoft的Power BI 然后预测 未来 例如说 我取 1998到2013年 这一些资料来去做预测 未来我们可能 各年的一个数值是多少 我们不是希望说 你今天你就可以掌握到这些电脑的操作 因为到时候你回去再看这些影片 绝对大概也懂我在操作什么 而是你要听一个观念 你现在可能在想说 我手头上有没有什么资料呢 他可以经由这种大数据的一个视觉工具呢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分析 或者是您觉得需不需要得到一个未来值 如果有了这个未来值 对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帮助 举例来说 好了 假设 那个 新北市 例如说 我举台北市好了 那 万华区 万华区 口腔癌的患者 居全台北市最高 好 可能那个万华区 比较多的人有抽烟吃冰郎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好 所以 所以看到这件事 结果呢 我们去做一个资料分析 分析出来说 万华区不是最高耶 假设他是倒数第三名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了 我们再接下来去探索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从那个 例如说 例如说历年口腔癌的一个人住 在各区的一个数值 然后去编列什么辅导计划的那个预算 因为如果说你把钱用在不对的地区 那是不是会比较浪费钱的情形 好 所以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如何去算出来一个未来预测的值 这也是各位应该要懂 当你今天画完图之后呢 我希望你还要再去思考到未来 例如说当你今天跟主管报告 好 你报告说 这个月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你是不是报告完毕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再多加多加一句话说 未来下个月 下个月是你猜的嘛 对不对 预期下个月 我们的登革日病例数也会得到控制 好 那理由是什么 如果说你可以再多把这个未来的事情交代一下 您觉得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今天不是要教你们一大堆这些大数据分析的技巧 而是说在我们运用了这些大数据分析之后 我们也许在报告上面 我们是清楚的呈现这样子的一个视觉效果 然后方便您跟别人沟通 我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再去简单的去做一张图 因为很多人喜欢做那个比较 比较这是一个基本的 我们来去看一下第35页这个比较 比较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现在我登革日病例数 我有8月的资料 我有7月的资料 好 可是呢我现在呢 我是9月啊 我一定就会很常知道说 那今年9月跟去年9月之间的差异 其实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这是历年 历年来我们得到的登革日数 1月到12月 可是呢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去画一张 我就重新画给你们看好了 重新画一张 今年 今年 因为我觉得老板他最关心的应该是现在这个状况 跟过往历年或者是去年的一个比较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很简单就是我们画出根本跟上面一模一样的图 好 只是选择的时间范围改变了 选择的时间范围改成 上面是20年的资料 下面我只要 一年 对不对 所以简单的只要使用什么 筛选 下面这张图筛选 然后那个 例如说大于或等于2017 是不是就做完了 请问一下 以前你们在做那个easeal的时候 你是不是重画 应该是吧 只有那边人点头 这边人啊 还是你们不做分析 反正就重画 对不对 我刚刚是重画啊 我刚刚有没有可能三秒钟画出来这张图 有吗 对不对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真的 真的 这张比较的图 很重要 而且呢 而且 我说过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折线图 可以啊 然后呢 在大数据分析这个工具的使用上面 我可不可以往上 跌 然后呢 稍微往左边移动一点 为什么 因为 它只做出来八月 它只做到八月份 可以 可以大概了解吗 就是 那个区间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区间是什么 区间这边是不是 就是 这边直接从两千跳到八千 两千跳到八千就成长了四倍 可是呢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二十二 例如说 例如说 这个地方是六百变到两千一 这就成长三倍嘛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二十二变到四十八 成长了多少 大概只有成长 就是一倍多 就是两倍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你大概知道说 其实 他是 没有 跟历年来去做 你知道 他是没有这么多的 如果说 您今天 您今天你想要看的资料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看的这个资料呢 现在我们结算到目前为止 这个区间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然你会说 哦 其实要一直往上增加 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通常会去报告的时候 四十八不能 现在七月跟八月不能这样去做比较 因为这可能八月直到 也许这是八月五号 还不是完整一个月 所以我们会做前面两个月 这样子一个区间 那我们通常不是在比数值有 可是比那个比例也是有的 因为通常我们是看那个比例 成长的比例 那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六百五十变到多少 变到两千一 大概就是成长了 增加了两倍多 增加两倍多 这边呢 二十二变到四十八 是不是只有增加一倍多一点 代表说它跟历年之间的比较 它是没有成一个指数型的成长上去 它应该是在一个 可能会有 就是除非你知道 南部地区没有蚊子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控制我们的病例数 但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那个生物链 蚊子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功用的 相对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大致上知道说 今年好像这个 冬格热的疫情 并不是往年 并不像往年这种情形 看到这件事喔 再接下来 因为通常我们会去做这个比较嘛 所以来去说明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叠在一起喔 叠在一起 叠在一起 当然 当然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再用别种图来去呈现 或者是2016跟2017年 两年的资料来去做一起比较 你看喔 在这地方我放大一点给各位看好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是2017年跟2016年的一个比较里面 我们会发现 这个黑色线就是2017年 然后 这个绿色线是2016年 所以从这个地方 您会发现 现在 现在就是 如果说单看那个 7月 我们 从41变到48 有看到吗 增加了7例 就是 今年的7月 登格热病率数是41 对不起 是48 然后去年是41 所以我们 今年7月增加了7例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你们这件事了 那如果 如果 如果 你看在这个地方 41 跟48 您 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个资料 有人真的会喜欢看那个指标 指标 就是如果 如果当今天这个黑色线 黑色线 低于那个绿色线 它不叫 它不会有那个警示警告 可是当黑色 黑色这个点 大于这个绿色的时候 它就要开始 从资料端 就要响出BBB的声音 那如果 如果 这个黑色线高过于绿色线 很多很多的时候 那可能 可能要直接什么 不仅是发出警示 而且还要直接记信 好类似这样子 直接告诉那个 资料管理的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 特别强调讲一件事情 这个警示的作用 现在目前我们是用人来去判断 因为程式还没有写到那边 但是您知道吗 未来画这些资料表格 它的动作很简单 就点几个按钮 先选择视觉效果 再点某几个按钮 是不是就做完了 例如说 你要画一张图 你要画一个什么 历年登格热病例数统计图 你就直接跟电脑 你就直接跟这个Power BI 你就跟这个电脑 直接跟他讲说 打开Power BI 他就自己打开了 你的手都不用做了 你就直接说 我请画 你跟机器人可能也不会用进尺 对不对 你就直接说 我要历年 登格热病例数统计图 您画三秒钟 您就在电脑画几秒 立即呈现 请问您是希望 您是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呢 就整理好资料 然后被机器人取代吗 那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后面的这些 观察这些报表 然后看到一些很特殊的情形 然后去写这些报告 因为这些变化是很弹性的 可能机器人 还没办法立即取代您的工作 所以您一定要把自我的工作提升上去 好 再来我还要介绍 用大数据分析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看我上次做这个资料 我上次做这个资料 我只有做到8月 我只有做到8月 我们来去看资料好了 这个登格热的资料 资料表 发病日 我从这个发病日开始来排序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个我的最后最后收集到的资料是 2017年8月14号 可以大概了解 就是我现有的资料 我停留在2017年8月14号 就是说当我在做统计分析的时候 当我在做这个视觉化报表 我是不是画了很多视觉化报表 我的资料的结束点是停留在2017年的8月14号 可是现在是2017年的9月了 对吧 请问一下9月1号 你是不是要出报表 你每次每个月出报表 你可能你就是上个月的月底 就要加班 如果真的你还是这样子的情绪的话 请赶快找专家 帮你解决 因为这边代表就是太多的一些工作 全部都该自动化解决 您看哦 最好是做到随时更新 什么叫随时更新 老板他想要看的 可能不是一个月一个周期 他可能他要去报告 最好是报告到当下 你们说对不对 如果你让老板拿到的是上个月月底 跟如果你让老板去报告的结果是 例如说这一分这一秒之前的一秒 就是一秒之前的结果 那我会觉得你的老板掌握资料是即时的 是real time 这是重点啊 好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就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您看这边我资料是不是分析到 8月14号 8月14号 当我点选这个重新整理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去倒一杯水 然后回来 不用喝 他就做完了 做给你看 我喝给你看 不过这牵涉到网路的速度哦 我喝完了 他也做完了 做完了吗 你看刚刚是不是在8月 8月 现在呢 现在呢 已经到了9月 而且只有这张报表更新吗 错 全部更新 了解吗 我们去看一下 现有的资料 刚刚是不是做到2017年的8月14号 然后我们现在再点一下这个资料 我在 什么都不用做 你看 这边发定日 2017年9月17号 那你一定会说 那9月18号呢 谁规定天天都要登革就要订定数呢 就是没有啊 对吧 你要期待 你要期待你的主管 因为上一次高企业主管的课程 也是我来介绍的 我就要跟各位主管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不能一直停留 停留在第一资料不分析 就是你只是纯粹收集资料 在座很多的主管手上都有资料 可是有没有分析 这是他们应该要去思考的 可是呢 你们是比他们更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你们去控制 收集到真的资料 还是模糊的资料 举例来说 当你看到人家写那个北市 你到底觉得你会把它认定是新北市 还是台北市 那你就会说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身份证字号 对不对 或其他的资料 但是你要知道 新北市人库有多少 你可能每一笔都这样子来去做精细检查吗 可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当我们今天拿不到正确的资料 后面 那个资料整理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然后整理完的资料呢 正不正确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分析 分析出来的结果 都会影响 因为我们最后是要去做预测 是要去做一个趋势 总而言之 我刚刚秀的这一个动作 只要点一下重新整理 立刻掌握即时资料 你们觉得好不好 你就不用每个月在那边重画了嘛 大家是不是每个月用以资料重画 而且会导致这个月画出来 奇怪 那个格式 跟上个月的格式 不一样 那好心一点 主管呢 他就问你说 请问一下 为什么 那个线的格式 颜色都不一样 能不能统一 现在全部都统一了 因为现在根本我们都是直接 没有重新画 我们只是把资料重新汇入进来 我只是希望说 这个重新整理的概念 他真的可以让我们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 千万千万不要再继续引用以资料那种概念 然后只算到 我们可以算当月吗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算当月跟去年的当月 就是同期 我也可以算 今年跟历年平均的值来去做比较 这都可以算的 而且做完这件事之后呢 以后每个月只是重新整理就做完了 在课程最后的时候呢 我想要大概请你们快速的回想一下 从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们大概了解大数据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所扮演的一个工作啊 应该是在大数据分析很重要的一个 key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工作 那大家如何去看待这样一份工作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拿到资料之后 资料怎么整理 以及未来资料如何分析 分析完毕 分析完毕 你一定要在家预测 这些都不是很复杂的动作 但是未来 因为您的改变 您在工作上面的一些改变 可能会让很多很多的人 例如说新北市政府 他的脚步已经走在全台湾各行政区 很快的脚步了 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 您跟得上跟不上 你不能说跟不上 我就去高雄嘛 我就去台东嘛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 我们如何去把自己的一个工作水平提升 跟各个其他新北市的一些行政区域 来一起行政的区来去搭配 互相配合 因为我刚刚也说了 大数据 他不能只停留在自己的资料 你看嘛 地理资料谁整理的 绝对不是管那个登革热疫情 卫生单位来去处理的嘛 对不对 好 他可以收集到什么 控制到那个时间 发病日啊 或者登录日啊 可是他能不能控制地理环境 那再来就是温度 温度是不是气象局 所以他唯独大数据要能够成功 唯有赖 各个部门都要开始努力去做 才会成功 我们不可能再直接只端看某一个点 我们看的应该是更广的 例如说蚊子会不会咬富有的人 这是不是要结合十家分路 也许我们才会知道的嘛 你们也许会觉得这很好笑 但是蚊子会不会咬那个高楼层的人 还是低楼层的人 那我的意思是说这很重要 如果他不咬十层楼以上的人 那以后这个城市如果漫延的话 那就请大家什么避难 避难到哪里 高楼层嘛 了解吗 台风来的时候不是都要避难吗 对不对 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啊 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大数据分析 请各位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工作 把资料收集好 然后还有您要加一些分析 分析的概念 那我线上有一堆的课程 我也是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好那我今天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问题就欢迎你 等一下再来跟我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曾经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工作课程 介绍 让我们再次一路的掌声谢谢